第一个单元就是建设部分做 如果你有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到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的这个讲义 再来就是说呢 安装环境里面呢 这边有个懒人包 懒人包其实就意思就是下载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用了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懒人包里面 你还是要自己安装那个 Python 363 如果你不装 其实它也是免安装版 你可以解压说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Eclipse要告诉它说 那个东西在哪里 所以两边要互相串在一起 如果像刚刚有同学没有串在一起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就是发生问题 那个问题的话 当然你一执行 可能建专案它就不跟你建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Interpreter里面 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东西 所以没有设定好的话 那这个当然就不能跑了 这个地方设定好有点像是 告诉Eclipse Python的位置在哪里 它的相关的韩式库 Library 什么东西都在这边 如果说发生错误的话 这些都不能跑 OK所以当然 另外就是说 如果有什么 现在有3.65 3.66 新的版本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重新再选取 新的版本进来 它会有新的 也可以更新 比如你可以把它remot掉 再重新new 重新指定 可不可以 也可以 甚至之前有同学发现什么 就是它Python好像有点 环境有点怪怪的 那怎么办 重新装一个重新指定就好了 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有时候这个环境 你要找出它到底哪边出错 倒不如你干脆重新砍掉 弄还比较快 所以有的时候 建议像这种环境 懒人包 重新解出来 就开始 你也不用去管 像刚刚同学出现叉叉 算了 不要理会它了 因为那个问题 有时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反正你可以找一个好的环境 反正程式写出来 因为你知道那个问题之后 然后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你也没办法 因为那不是你弄出来的环境 你需要是赶快把你的眼前问题解决才是对的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都一直钻牛角尖 钻什么 就是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地方 反正最重要的是 我的习惯是这个错了 砍掉直接装 赶快把问题解决 弄东西交给人家就好了 其他好像也没有 我是这样觉得吧 不然的话生活实在是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太执着在这上面 不然的话你会很难过 你会觉得这东西 实在是太麻烦了 OK好 那就弄好了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话记得 你的那个workspace general里面 特别重要 只要是每一次建了新的专案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CVVT的吧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可能会出现乱码 像刚刚之前有同学好像改没改对吧 你如果没改对的话 假如呢你直接弄你会发现 哇有没有发现 直接变乱码了 有没有 如果你刚刚打的东西 你那个换一个环境 没设定好就马上变乱码 而且好像直接执行 他会 你看这个乱码在执行OK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这边有没有设定好 这些都是蛮重要的 以后如果你这些没设定好 就会一直都会有问题 这个如果都可以解决 以后马上又恢复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他编码方式对了 马上就看到是对的东西 这个地方的话 那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请各位回去 有一些东西呢 可以阅读一下 但我刚刚讲的参考用书之外 我在云端上面呢 也有放那个讲义 分享这个里面 安装环境有懒人包 然后后面可能会用到一个叫 Notepay Plus Plus 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个东西呢 记事本加加 可以看到有一些你要看的东西 可是你没有用这个软体看不到的 那所以这个建议装一下 另外呢 如果你Equipers开起来之后 像刚刚同学好像有那个错误讯息 什么JDK 什么什么的错误讯息吧 那你可能如果看到JDK 或者是那个还有什么JVM JVM 什么他好像会跟你讲说 什么JVM没装还是什么 那很简单 你就是把这个下载 装在你电脑里面 这些问题就搞定了 因为Equipers 它里面很多地方都会需要用到Java 才能够执行起来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JDK 如果你假设啦 你回去有遇到像它出现什么JDK 或者JVM的什么抽讯息的话 很简单 把这个装起来就搞定了 那这边都有啦 大家遇到状况 懒人包 如果你的环境不OK 反正你就懒人包解压说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用的 回去的话也许你可以把讲义里面 因为有些东西 我把它弄成PowerPoint的形式啦 包含就是像简报 这个好像跟云端的其实类似 那第二个单元 回去也许你可以 先稍微看一下 所谓的基础语法 跟那个结构控制 那基本语法里面的话 当然第一个变数啦 那我刚刚讲过了 什么叫变数 其实刚刚的A 跟刚的B 跟刚的SUM 都是变数 那其实变数放哪里 其实就在 电脑的记忆体里面 的某个位置 那我们没有办法指定 反正呢 我们东西就放进去了 变数里面还有个概念 就是说呢 它是什么形态 最常用到不外乎就是整数 5 3 那如果未来 假如你是5.3的话 那就是有小数点 一般叫浮点 就是float 另外如果你要输出 要变成自串 有没有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变数 那在Python里面呢 是不需要宣告的 什么时候会存在 就是当你第一次 赋语词给它的时候 它就存在了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 赋语一下5 赋语给它 A就变成一个 整数的变数了 好 如果你第一次 赋给它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你第一次 赋语给它的是 A双引号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变一个自串 好 如果你是3.5 B就变成一个float 所以你们可以利用type 有没有 假如我type B的话 它就会基本上 会告诉你 这里面是一个float 有没有 3.5嘛 float 不过它这边的话 它是说什么呢 A加B 所以你会发现 输出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错误 Type L Must-twin Must-float 它不能是一个float A加 对 对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就怎么样 再把那个 转型一下 就在A的前面 加个什么 RNT不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先把 那个A怎么样 它是一个自串嘛 那不能运算 所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先转成 INT 再跟B相加 可不可以 执行看看 所以回去的话 你也可以练习一下 有没有 8.5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然后并且告诉你说 那个 这边的话 我是 那个type float 我把B 不过B本来就是 已经是float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 B float 拿掉的话 那基本上 它应该也是float 所以基本上 最常用到的 资料形态 就三个 目前看到的 第一个是什么 自串 第二个是float 扶点 第三个就是把它转换 所以INT加在前面之后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 本来是自串 那就帮我变成整数 所以以后 这个形态 你不能错 一错它就会出现type L 对不对 type L 如果没加 像这个刚刚没加 它就出现 不过你也不用紧张 我觉得Eclipse还蛮不错的一点 就是说它会马上告诉你 所以你也不用紧张 第一个点它一下 第二个type L 它还跟你讲说 must float 不过其实你用int也可以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用float 可以啊 copy它 把它加在哪里 加在这边 前刮壶 后刮壶 不过呢 如果是5 把它变成float的话 它变成什么 5.0 5.0 它会多一个小数点 如果int就是5 就大概这样而已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回去 请各位就是 再把那个变数的部分概念 稍微熟悉一下 里面它有一些说明 它在这边有叙述 什么变数 顾名思义 就是 讲那么多 其实我觉得倒不如实做一遍 来的直接一点 有些东西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你就负以值 80负到scope 然后你可以呢 随时去变换它的形态 像我们int啊 float string 另外的话呢 注解 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注解 比如说 某一行不执行的话 比如说什么 这边前面 假设你要加一个什么呢 一个注解 比如说什么 什么A加B之类 假设这个A加B 是一个注解 好 A加B 注解的话 特别注意 请你在这个前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紧字号 它就变注解了 加个紧 其实我的习惯 像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加紧字号 我的习惯就是 直接 Ctrl键按住 再加上那个 斜线 斜线 Ctrl加斜线 这样就注解了 那取消 注解就Ctrl再加斜线 就再取消 注解 所以其实 像 这个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你这整个 都要注解的话 以前是一个一个 慢慢前面加紧 现在不用了 整个选举起来 整个Ctrl加斜线 整个注解 那整个取消呢 整个再按一下 就取消了 所以其实 这招已经够用了 够用 因为其实 另外还有一种 三个单引号 开头 三个单引号 结束 有没有 就是整个范围 的注解 不过那个 我很少用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好用 这样就好了 干嘛 还要三个单引号 开头 三个单引号 结束 所以有些东西 我就把它忘记了 因为那不太重要了 有这一招就够用了 所以Ctrl再加斜线 整个注解 Ctrl再加斜线 取消注解 那我可以 经常 比如说我要 测试一些东西的话 那我就可以 写很多的东西 那我暂时 不要执行的 我就把它注解掉 OK 大概类似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回去也可以 自己再针对 这个景 那因为 这个讲义里面 没有特别讲说 用Ctrl加斜线 另外的话 命名方式 可能要注意 不能以数字 作为变数的名称 意思是说 你开头一定不能数字 比如说你可以用ABC 但是你不能用123 OK 不能说 1等于5 他一定会搞不清 什么1还是5 所以记得 数字不能帮变数 这应该很好理解 然后呢 那第一个字也不能是数字 OK 你开头的 像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也是不能 假设吧 你不能用 你用A1可以 但是你用什么 1A不行 会出错 OK 你可以把数字放后面 不能放前面 那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这个相关规则 然后呢 不能有底线 底线可以 以外的符号 所以很多同学 经常会用一些奇怪的符号 我都习惯只用底线 其他符号 我都不要用 像什么减的符号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像星号 反正符号里面 我只用底线 那这个好处 不管写任何程式都一样 这好处就是说 以后我就不会 多出一些额外的问题 所以有些问题 怎么发生的 都是因为 你不注重一些细节 像我这些细节 都已经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程式写出来 就比较不会有那些 杂七杂霸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 我会讲的 为什么你那个会有问题 其实不是我的问题 是因为 你们问了我的问题 我把你们的问题 当成是 上课应该跟你讲的 所以有时候 你们那些问题 可能我没有发现过 所以我是看你们的问题 我才知道这个问题 因为我尽量都是 按照标准化流程 就不会有问题 然后不能用保留字 在保留字里面很多 比如像什么 print这个 缝回圈 坏什么那些 有一些已经用掉的那些 关键字后面会用到 那当然就不能 当成是我们变数的名称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其他的变数表示法 所以你等一下 也许可以练习一下 就是说 x等于hello 当然这个我建议是 s1 s2 s3 s4 里面分别呢 放什么 放不同的东西 就我们刚刚练习 里面的话 基本上 就是练习什么 一定会有个string 自串嘛 int flow 这边会多一个东西 叫list 什么叫list 这个也非常重要 后面会不断出现 一定是中瓜湖开头 中瓜湖结尾 里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 因为一个变数里面 只能放一个 可是一个list 你可以放一串东西 这个叫串列 中文意思叫串列 不过它有点像是那个什么 VPA里面的叫阵列 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 阵列呢 里面是一定要放 同一类型的资料形态 比如说里面都放 整数的话 全部都是整数 自串呢 全部都是自串 但是串列有个好处 就是里面 你可以放不同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有的放 什么呢 这个可以放整数 这个可以放自串 这个可以放辅典 等等的 没有关系 它都可以随便放 这个概念比较像以色尔 以色尔里面出串格 你爱放什么就放什么 你要放文字 放数字 放辅典 什么都可以 所以其实它也比较符合 大数据分析的资料不定的原则 因为来源不定 你不能说我这个格子 只能放什么东西 所以list也是一样 然后你可以用type的方式 去观察里面的形态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中瓜谷开头 中瓜谷结束的话 那你可以type这个 它会出现的话 就告诉你说 这个是一个list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去查看每一种变数里面的形态 那还有呢 程式里面如果有中文字的话 理论上是要加这个 一个紧开头coding 冒号utl8 不过呢 因为我们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这一行可以不加 不过如果你不是用eclips 可能要加 如果在其他态度环境 它应该没有办法设定 所以可能要加 这边我刚刚有提过了 你可以这几个都整数 这个是用自串 转换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用float int 所以你刚刚有练习过了 所以这个你也可以 互相转来转去 反正这就是 那最后可能你们会遇到 比较多的问题 大部分都跟形态转换有关 因为很多同学没有概念 真的耶 我发现很多同学 在ecl也好 VBA也好 都搞不清楚 这明明是一个数字 其实它不是它一个字串 对不对 那如果你用错了 结果就会有错误出现 形态错误的发生 所以这个可能概念要 float就伏点 伏点就是有小数点 然后呢有int 还有string 就整数 int就是没有小数点 整数 string又自串 另外可能会多一个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list 其实可能还需要讲的 叫daytime 日期时间 不过日期时间实在太特殊了 所以这个也许我们额外另外再讲 不然放在这里 可能你又要头晕了 因为之前在eSale里面一样 你年月它其实是一个整数 只是年月是要分开来看 这个真的麻烦 所以这个也许另外有用到的话 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话也许你就资料形态 再来的话呢有一些重点就是说 这个tap说牌部分 以前VPA你不加说牌没有关系 但是呢 python是没有说牌不行 它说牌 视为程式撰写的一环 你的下一阶 如果你没有把它按tap 很抱歉 程式会错误 这个后面还会特别讲 就是尤其像那个逻辑if aosif 你如果没有tap 因为之前if下一阶 有没有下一阶 如果VPA没有没关系 但是python一定要加 像for回圈也是一样 for里面的东西一定要下一阶 如果你不在下一阶 很抱歉 程式会发生错误 这个tap很重要 其他的话也许 我们有讲到在特别提 另外还有换 拖曳资源是说 你假设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资源 比如说你要在字串里面输出双引号怎么办 双引号在程式里面有没有用到 用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再输出双引号的话 记得要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拖曳资源 这个是反斜线 不然的话呢 你在程式里面 假设我希望在这个程式里面 加一个什么呢 加总这边加一个 加总外面帮我加一个什么 双引号 再一个双引号 你会发现 这样他输出会怎么样 输出变成两个 他会出错 他看不懂这什么意思 其实我的意思是希望 帮我在加总外面再加 两个双引号 可是这个时候就挂掉 为什么 因为他看不懂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刚刚说 这个是里面的双引号 有没有 这个是里面的双引号 他就看懂了 再输出的话怎么样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他就变成双引号 有没有 OK 特别之有 这个要拖曳资源 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在这个后面帮我换行的话 加上一个什么呢 换行 换行特别之有 你就在这边加一个反斜线N 这个反斜线N意思就是Enter 就类似像Enter键 那我们把它执行的话 反斜线N的话 他在这边就有换行的作为 有没有 这边就换到下一行 其他的话 还有常用的像什么呢 拖曳资源 比较常用的像那个 反斜线T 就是TAP键 可能比较常用的 我看这个可能会比较 这个单引号 双引号 换行跟T 至于其他的话 可能用到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不是不用 只是说比较少用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 各位再加一下练习 另外的话 还有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 这个应该没问题 求余数 VPA里面是用MOD MOD 但是这边是用Person 所谓的余数是除完之后 剩多少 OK 余数部分 另外的话 取商的部分 这个比较少 因为几次方 7的平方 就是乘乘 如果7的立方 可以试试看 7的平方 是这样叙述 OK 然后关系运算值 相等 特别注意 VPA里面是一个等号就好 但是Python里面 报线是两个等号 OK 那JavaScript还有三个等号的 写法很多种 两个等号是左边跟右边相等 这个可能要记 不等于是这样子 但与这个其他都一样 只有这两个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的部分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然后逻辑 Nuts and over 这个我想跟VPA是一样的 其他的话还有input 这个下一次上课 我们还会再讲 所以其他部分的话 我想回去 请各位可以先把那个 讲义部分稍微阅读一下 那我们下一个礼拜 就从 再来就第二个单元 有关那个逻辑 回圈 可能会就讲到 至于更详细的细节 如果你觉得看这样好像不太够 不然你就把参考用出 不过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 会有没有一本书 不过如果没有 你可能就自己再去购买 OK 谢谢大家